全基層 在三軍裡面很常見的地圖 身為進攻方的我們需要先反炮 雖然防守方的炮沒有和鄧洲城一樣多 但一樣必須反 一是讓工程塔更快上去 二是為了防止從補擊點叫出來的高星兵受傷 有人可能不懂星級的差距 簡單來說就像SR和SSR 但SR不一定輸SSR 只是SSR會有特殊能力和較高體質 把炮清完後如果還有子彈 右邊這個牆也記得打掉 可能會有人問打這個要幹嘛 這個點可以從這一架炮壓制補給 或是放神機在此丟雷輸出 在玄機城這張地圖 工程塔基本上不會受到火力壓制 因為防守方通常會選擇手左右樓梯和正門 這張地圖的大門非常關鍵 因為你拿下A點後 重生點只能選在門外 如果被關門了就只能上工程塔 所以這張圖的衝車必撞 那麼無聊的階段結束了 現在是戰鬥時間 這張圖的A點基本上是放推 只要上去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但這邊有兩個武將正在死守 不清楚這樣有何意義 也不明白為何這裡有迷路的憨憨 不知道他的武將是不是索隆 但這不妨礙我們繼續 立刻解決掉憨憨然後拿下A點 可能有人不知道憨憨是什麼 憨憨就是鐵浮屠 因為之前AI很憨所以叫憨憨 眼前看到了對面在以多欺少 武方魔法師看不下去了 使出了超越級魔法 天火 他可以進行數次無視防禦的傷害 天火直接砸中了對面 冰糖就像我出門吃飯的錢包一樣 忽然就少了一半 對手被天火嚇退 那就輪到我們了 不過先回頭看一下隊友的意願 隊友表示OK 武戰和瑞斯一同發起衝鋒 對面還在幻想吃光我們的撩東 敵方武將開始敗逃 而我們則開始清理戰場 對面打算在這個樓梯口死守 但看到我方鐵浮屠後打算撤退 但這能讓你走嗎 他們分兵逃跑 遙東負責追擊右邊的 我們追擊正面的 對面知道走不了了 決定和我們拼死一戰 鐵浮屠使用衝鋒擊潰對手的防禦 剩下的人負責收割 忽然我方一位智將從後方偷襲對手 對面的武將嚇得當場跑走 換出鏡中 鏡中有十分強大的技能 平推 只要你沒有霸體他就能教你做人 強大的代價是速度緩慢 那怎麼辦呢 發動古戰場魔法 衝鋒 這是古戰場裡面抽的軍魂 讓無法衝鋒的槍兵也能衝鋒 隊友正在前方戰鬥 我們也即將抵達戰場 鏡中曾經活在下水道底層 但現在的他可不一樣 平推的氣勢讓人無法抵擋 堅定的長槍將對手希望逐漸戳破 敵方如同我的學分一樣被老師一一盪掉 後面的女武士想力挽狂瀾 但一切都太慢了 戰衣是一款團隊遊戲 只有團結才能邁向勝利 對方的末刀正在死守這個口 後面的弗朗吉正在輸出 那麼 向前進發 是 單身 换出末刀 末刀是一种万用兵团 对部队齐都很好用 现在进入最后阶段只取大本 我们的胜利已经是迟早的事 我仿佛看到胜利女神在对我微笑 对面的针天使用突击 对另一个使空的铁浮屠造成的巨量伤害 另一对针天也使用突击 但一半打在盾牌上 一半打在空气上 对面在做最后的挣扎 而我们则是平淡的享受这一切 后面跑出一堆针天 我将坚定的守护远程 让我跑出一堂针天使用突击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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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 我差点